好,各位同学好,我是文胜老师 我们今天用Machine Mixer来做一个存钱筒 存钱筒,那我们一样浸出我们的小兔子 那目前这个小兔子呢 它的size比较小一点 那我们存钱筒当然是要存越多全越好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大一点 所以我们去Edit的Transform Transform是用来做旋转、缩放、移动位置的功能 我们把它改一下 然后size这边呢 我们把它变成15公分 15公分的宽度是15公分 那这边uniform scaling这个 uniform scaling这个是等比例放大 请各位记得把它打勾 打勾,它才会等比例放大 好,那我们就把X轴这个部分本来是5公分多 这个兔子很小5公分多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15公分 150mm 所以当你按Enter的时候呢 它就变大了,对不对 变大了请你按同意Accept 好,它才会做出改变喔 好,那可是太大呢 它穿过那个底面跑到下面去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改变它的位置呢 我们用的是Align 对齐 Edit Align 对齐 Align 所以我们点一下Align呢 然后这边请你选 Ground Plane 就是那个平面 地平面 选地平面 然后你会看到它这边 地平面呢 它这是,曲线的是原来的位置 实体的是后来的位置 后来的位置 你发现它顺便帮你做爪弯 不对喔 那所以这边改一下 那个改变就是 我们只要移动它就好 Transform only 不用Rotate 不用旋转 好,所以它就变成上 从下面拉上来到地平面 好,请你记得按Accept 好,所以我们就改变了兔子大小 跟它的位置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 我们要先做挖洞 留薄壳 因为你是存钱筒 那存钱筒呢 就是需要 里面 是空的 所以我们要做Holo的动作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做 那个花瓶 花盆 Holo的动作 所以记得在Edit这边有一个Holo 点选一下 然后前筒的厚度 现在2mm大概15公分 你的钱如果会放很多 会很重 很重的话 你的壳如果太薄 就很容易会破掉 会裂掉 裂开 所以我们把它调厚一点 3mm好了 那如果到时候你装钱真的会裂掉的话 就再厚一点 好 那记得Update一下 让它重新再计算一次 好 计算好之后 一样按Except 按Except 好 那所以这样子 它这个兔子呢 里面就已经变成是中空了 变成中空了 那现在我们要在头上挖一个可以存钱的洞 在头上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 挖一个铜板大小的洞 让它可以丢钱进去 那如果你以后还想取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要在底下 在底下再挖一个 那个将来可以取出来的洞 那你就要去买一个那个橡皮的筛子 量一下大小 到时候再多挖一个洞 好 那挖洞的方式呢 我们要准备一个比硬币还大的一个圆饼 到时候把它放在我要挖的位置 所以呢我们先来Machine Mix这边一下 然后找圆柱体 圆柱体拉一个出来 拉一个出来之后 我们改变一下它的大小 那它的大小目前是 是这样 那我们要把它的这个厚度 它这个是Y方向 厚度改成 我们一般前的厚度要两个mm 左右 那我们稍微厚一点三个mm 让它变 变薄 要记得你这个Uniform Scaling 这个要拿掉 因为它不是等比例放大缩小 好 那那个宽度呢 我们把它改成30 X轴跟Z轴方向把它改成30 一般的10块钱 10块钱的大小大概是26 就是2.6mm 但是因为我们挖洞的关系 那个3D列印的关系 它会稍微再缩小一点 所以我们就给它稍微大一点的洞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50元铜板左右的大小 再大一点点 好 那么好了之后呢 一样记得要按Accept 按Accept 好 那按Accept之后呢 你的这个铜板大小的 这个挖洞的物件就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移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所以我直接点选这个 这个圆柱体的形状 然后一样做Transform的动作 Transform 然后把它往上移 你看看一下位置 移过来 移到头顶 再往上拉一点 好 然后做一下旋转 做一下旋转 这个方向 转一下 在红色这个方向再转一下 再移一下位置 我就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调整一下位置 好 好 那我们那个钱币呢 要放下去的位置呢 大概就是直径最宽的地方 要刚好没入到它的 那个兔子的头里面 这样你的宽度才够 够那个2.6 那个钱才投的进去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部分 再检查一下 微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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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头 有点偏头痛 转回来 转回来 调位置 好 好 那所以我们要做相减的动作 那应该是用兔子去 减掉钱币 这跟那个数学一样 所以我们要先选兔子 再选钱币 但是你注意 如果你直接点选 它一次能点选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点选兔子之后 你要选第二个东西的时候 请你按住Shift Shift按住再去点钱币 那你同时点两个东西以上的时候 你的功能表会自动出现 看你要做什么事 那这边就是 两个物件要相加或相减 在这边做决定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布林的减法 布林的Difference 就是布林的减法 所以它会用前面减掉后面的 所以就是等于说用后面的东西来挖洞 用后面的东西来挖洞 所以我们选择布林Difference 点下去 OK 你看它就被挖一个洞 那里面是空的 因为刚刚已经做过那个 薄壳的动作 留薄壳的动作 如果你觉得OK 你就按Accept 要按同意 这样子你的存钱筒就已经做好了 那就可以去列印准备开始存钱 那再来如果说 你想刚刚那个底下 以后还想把钱拿出来 记得 这时候跟刚刚一样 我们一样去拿一个圆筒状出来 那因为它是要被剪掉的 那所以基本上它的直径符合就好 所以你要去量一下那个橡皮筛 它的宽度 那我们假设它是30乘30 不要uniform 它会等比例 所以这个是那个 将来就是橡皮筛的宽度 对不对 那我把它移位置 我先把它往下压一点 等一下才看得到 然后我把它移位置 过来 看一下底下 看一下底下 再翻过来侧面 看一下那个位置 好不好 给它进去一点 确保我们那个薄壳可以穿透过去 好 那好了之后 跟刚刚一样要做布林减法 这之前呢 请你一样记得ACCP 同意 好 那所以我们先选兔子 再按住shift 再选择圆柱 然后一样用布林的减法 好 这样子挖洞就挖好了 好 记得按ACCP 按ACCP 好 那如果你想看一下 背后到底有没有被挖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有没有挖成功 我们一样 卷兔子 然后transform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看 它的洞就挖好了 那这个就是 做纯纤筒的方法